到如今,中国已经是世界上肥胖人口最多的国家了 从大数据上看,北方人整体比南方人胖 我国胖子最多的地方前五名 北京、河北、新疆、天津、黑龙江 青一色的北方啊 胖子最少的是海南和广西 相当于北京100个人里有26个胖子 海南和广西只有6个 这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 首先是北方嘎嘎冷啊 北方人N多年挨动的基因 让身体更需要储存脂肪 多吃点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 才能活下去吗 然后胖胖爸妈又会把胖胖基因传下去 一家人就这么胖的整整齐齐 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在饮食上 北方人普遍口重 也更喜欢大油大腻、大酒大肉 高盐、高脂肪的饮食习惯 确实会带来肥胖的问题 不白痴我掐了掐自己又大了一圈的小肚子 不行,我又要开始锻炼啦 嗯,我为什么要用幼 我是不白痴,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你试试,吞咽的时候你能呼吸和说话吗 嗯,诶,真的 吞咽和呼吸说话不能同时做呀 我们呼吸的时候 气体通过鼻腔或者口腔进来 到了烟部这里汇集到了一条车道里 但前方出现了两条小车道 靠前的是呼吸道 靠后的是食道 当气体进来时 食道的开口位置是闭上的 所以气体都会直接进到呼吸道 我们就完成了呼吸 看呼吸道这里有一个小盖绑 这就是声带 气体经过它的时候 它就会震动 我们就能够发出声音 加上鼻腔和口腔的配合 我们就能说话了 但当我们要吞咽食物时 食物也来到了大车道 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呼吸道上面位置 有一个叫做会咽软骨的结构 它会倒下来准确地盖住呼吸道 食物就自然进入了食道 所以你咽东西的时候 会咽软骨正拦着呼吸道前面 保护呼吸道呢 我们就不能呼吸 也不能说话了 不过神奇的会咽软骨 有时候也会开个小拆 一不小心没拦住 食物或者水 有一点点进到了呼吸道 这时你的呼吸道 就会紧急求救 大脑大脑 我这儿进东西了 快让主人咳嗽几下 食物和水就被震出了呼吸道 这些每天都习以为常的事 了解了原理 是不是觉得生命真的好神奇 我是不白痴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二战时期 最受欢迎的食物之一居然是 胡萝卜 因为多吃胡萝卜能打胜仗 二战爆发后 英国物资极其匮乏 糖成了战略物资 不给随便吃 全国的冰激凌都断了货 冰激凌店只好在木棍上插上 胡萝卜忽悠小朋友 小朋友 这个胡萝卜也在木棍上 也很好吃 但商家们的转机出现了 当时德军经常在深夜 轰炸英国伦敦 可没过多久 英军飞行员突然像有超能力一样 疯狂击落德军飞机 德国人都傻了 英国人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们怎么突然衍生这么好 其实英国当时拥有了 领先世界的基载雷达技术 能够更好地探测到敌军飞机 可这项技术是超级机密 绝对不能让德国人知道 于是英国人说 这个 因为我们的飞行员最近经常吃胡萝卜 对 是胡萝卜 能让人眼神特别好 哎呀妈呀 我是咋编出来的 我都信了 胡萝卜一下成了战争英雄 卖胡萝卜的商家 这下可嗨了 于是各种神话胡萝卜的宣传开始了 有的海报上 一个军人眼睛发光 旁边写着 夜视能力并生死 多吃胡萝卜 眼神就是好 英国开始全民啃胡萝卜 销链一个个都因为吃的胡萝卜素太多 变得特别晃 但真相是胡萝卜素转化成维生素A 对提高视力 基本没什么用 我是不白吃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这些年我们国家办奥运 全世界运动员吃的那叫一个好 但是在现代奥运会刚诞生那会儿 运动员简直要在赛场上饿死渴死 1904年 在美国的第三届 圣路易斯奥运会 马拉松比赛开始了 选手们开始了 42.195公里的奔跑 哎呦 主办方不管饭 我刚才没吃饭就开跑了 好饿呀 再到旁边有人种苹果 苹果我来了 结果这货因为物质烂苹果 胃精卵退赛了 哎妈呀 跑了这么久 咋没有人给我们送水呀 大哥 我们在哪能喝到水呀 再跑17公里 就有一口水井了 加油哦 吃什么 我跑了17公里 终于来到了井边 顿顿顿顿顿 喝坏肚子 要喷射了 那个选手犯规了 禁止使用喷射来比赛 又饿又渴 活不了了 出租车 走 去终点 居然打车跑马拉松 竞赛 你们一个个太弱了 你看那位选手 就跑得很快吗 救命啊 我偷狗的食物 被疯狗追了 你敢相信 这些居然都会发生在 奥运会 我是不白痴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如果你敢在新加坡 随地吐一块口香糖 喂 你违法了 你要被罚款500新元 大约2500块就飞了 再吐 罚一万块 再吐 直接带你去体验 劳动改造 我没有吐 我只是带了好多包口香糖 来到了新加坡 喂 这个家伙走私口香糖 先进 罚款 别跑 救命啊 这就是全世界唯一一个 进口香糖的国度 新加坡 口香糖是怎么惹着新加坡人了吗 1987年 新加坡投入巨资 打造的地铁 终于开通 老板 我今天坐地铁上班 地铁嗖嗖快 我要是再迟到 我就立刻滚蛋 车门故障 车门故障 有些缺乏公德心的人 居然用口香糖 堵在了地铁门的传感器上 造成严重故障 老板 我知道是有原因的 您听我解释 老板 愤怒的新加坡领导人 在1992年 立下了口香糖禁令 全面禁止 你嘴里太臭了 再见 老板 您别这样 老板 教你一招 新加坡那么小 你可以溜达到马来西亚 吃个口香糖 然后再回新加坡嘛 我是不白吃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你敢相信 竹子和水稻 居然谈起了恋爱 这能结出点什么奇怪的东西 虽然竹子和水稻 看起来真是八杆子打不着 但翻翻家步才发现 他俩居然还是远房亲戚 有多远呢 反正比你爷爷的表妹家 大儿子的邻居的 四姨姥爷和你的关系 还原 你们还都是人 他俩只是都属于河本科 一个科的关系 可以理解为 老虎和猫 他俩的关系 我国的科学家 在研究杂交水稻时 突然想到竹子 有很多基因优势 能抵御不少水稻 常见的病虫害 有没有可能 让这俩远房亲戚 走到一块呢 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什么 我又不是找不着对象 为啥要跟这个 大高个儿在一起 生竹马来打篮球吗 哼 开什么玩笑 我妈等着我 给她生竹笋 大孙子孙女呢 结果我给她生一代子 大米像话吗 这项研究 从七十年代起 一直干了将近四十年 居然真的让科学家 研究出了 又高又强壮的 中华竹道 竹道米细细长长 带着竹子的香气 还有着出众的营养 哎呀 太好了 我才不想要竹笋 大孙子孙女呢 我现在有着一大堆 稻米孙子孙女 太快乐了 我是不白痴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想不想大口嚼仙人掌 带刺儿的那种 开什么玩笑 哎 仙人掌 在哪儿 在哪儿 没错 人家骆驼就特别爱吃 带刺儿的仙人掌 咔咔一顿脚 那叫一个香 相比之下 人类的口腔啊 真是弱爆了 你动不动就会 哎呀 咬到嘴了 硬硬硬 口腔溃疡硬硬硬硬 牙齿敏感硬硬硬 食物好烫硬硬硬 这种两脚猴子真是弱呀 骆驼主要生活在 干燥的沙漠地区 正常食物也吃不到 放眼望去 四周都是仙人掌 仙人掌里面 其实有丰富的水分 和营养元素 为了能吃下仙人掌 骆驼的嘴皮子 那叫一个6 不 那叫一个厚 嘴唇厚 上额更是厚 怎么吃 嘴都不会被扎伤 接下来就是口腔 和我们软弱的口腔不同 骆驼的口腔里 有很多非常硬的乳兔肉刺 遇到仙人掌刺 那就是真实的 针尖对脉盲 硬碰硬 刺对刺呗 这些乳兔肉刺 会把仙人掌刺压断 铝顺 夹夹夹夹夹 仙人掌就像你 夹苹果一样 被骆驼吃掉了 再加上 骆驼有一套 三合一多功能胃 仙人掌的刺 在第一个胃里 就会被软化 在反除上来 继续夹夹 彻底成了渣 就进到第二个胃 好好消化 我反除上来一点 没刺了 要不要尝尝 我是不白痴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你说 清朝的皇帝 和今天的你 谁吃得更好 就我这条件 还跟皇帝比 人家吃满汉全息 我吃黄瓜子凉皮 那可说不准 带你体验一下 我这是变成 万岁爷 咱们传善吧 好 朕今天要吃 奴才都给您计划好了 您不用点了 万岁爷 菜都上齐了 好 开吃 来人呐 常善 先让小太监吃一下 防止这太理有毒啊 这大肘子 这大烧鸡 不是 这都给朕吃 谈羹剩饭呐 万岁爷 这都是为了 您的安全呐 你们尝完这菜 都凉了 去给朕再热一下 遵旨 热好了 来人呐 再重新尝一遍 快让朕吃一口吧 朕都快饿死了 这道芙蓉鸭子 好好吃啊 朕喜欢 其他的都给朕撤了吧 朕就吃这个 来人呐 把这道芙蓉鸭子撤咯 万岁爷 您每样菜最多吃三筷子 万一要让人知道您爱吃哪个 下了毒可怎么办呢 为江山设计 以后再也不许吃芙蓉鸭子 啊 我不做皇上了 我要回家吃我的小烧烤啊 哟哟哟 我是不白吃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你敢相信 早在大唐 我们的老祖宗就开始叫外卖了 只不过 想叫外卖 您得非富即贵呀 当时唐朝皇帝觉得文武官员代表的也是我们皇家的脸面 不许你们随便在街上吃吃喝喝的 武则天时期 有个叫张衡的官员坐在路边吃蒸饼 被御史大人看到了 张大人 你你你你你这成何体统啊 皇上 张大人他坚持 它真是难以描述啊 可恶 把这个张衡给我割直咯 他的子孙 也不能再做三瓶以上的官 我怎么这么点倍呀 我也想让人把蒸饼给我送到府上 但是蒸饼太便宜了 没人送啊 当时能给你送餐 那你必须不是一般人 点的还得是高端美食 就好像你今天点餐发现 这家店最低50起送 还得给小哥加10块钱红包 吃得起这个的都是什么家庭啊 但是到了宋朝 人人都吃得起外卖了 当时的外卖叫做所换 外卖小哥叫做贤汉 哎 贤汉可不贤 要满城跑累着呢 叫贤汉主要是因为 他们大多是最近没什么事做的临时工 当时的贤汉可不仅送外卖 他们还能帮人取东西送货 取货送货 全便量成一个时辰必达 就选王贤汉闪电送 因为宋朝外卖太发达 京城里好多人都不在家做饭了 是不是很像现在的我们 我吃不白吃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你有没有发现 澳洲为什么有那么多有带动物 什么树带熊带鼠带熊带狼带鱼 哎哎带鱼可不是澳洲特产啊 很久很久以前 哺乳动物的祖先演化出三种后代 一种是继承了祖宗下半生娃的 比如鸭嘴兽 还有一种是用胎盘生娃 比如我们 第三种就是用带子生娃 而这群用带子生娃的动物 主要生活在当时的钢瓦那古路 也就是今天澳洲 南美洲和南极洲等等几个板块 拼在一起的上古大陆 另外的大陆上 用胎盘生娃的动物也在不断进化 没想到有一天 澳洲大陆居然和南美洲南极洲分家了 有带动物就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结局 留在南极的有带动物发现 哎好家伙怎么越来越冷啊 穿球裤都不好使了 啊我要冻死了 哎他们都冻死了 南美洲的有带动物一开始还挺好 但南美洲居然跑着跑着 跟北美洲连起来了 北美洲都是点什么动物 什么剑齿虎啊 美洲拟狮孔狼啊 这豺狼福报冲进南美洲 把大部分有带动物加入了他们的豪华午餐 到今天能幸存的只有些特别小的动物 比如只有八厘米长的南尼 而澳洲飘啊飘 自己成了一个孤岛 澳洲本地的胎盘哺乳动物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有带动物这下嗨了 放飞自我搞繁衍 到今天就有了烤拉 带鼠带鸟带欢等等 一大堆傻呵呵的澳洲有带动物 我是不白吃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当你在海南岛看到树上 有一个半米长的巨型羊桃 它就是吃瓜群众期待的 新一代超级大瓜 羊桃瓜 根据我的推测 我的妈妈是羊桃 那我的爸爸 到底是西瓜还是南瓜还是东瓜 别瞎猜了 虽然像巨型羊桃 可这货跟羊桃一点关系都没有 它的学名叫做西非牡蠣瓜 是南瓜的远房亲戚 它的老家在西非尼日利亚 就喜欢热带环境 于是被科研人员引进回了海南岛 哦 这么大的瓜 切开是不是很水灵啊 当然不是 这家伙切开后 看起来一点都不好吃 所以我们推荐的吃法是 克瓜子 不过这个瓜子实在是有点大 每个瓜子都像是 乒乓球一样大的扁圆形 煮熟之后吃起来有点像 煮蚕豆加反例 不过这要是烘烤一下 再调调味 搞个五香西非牡蠣瓜子 这边吃瓜看热闹的时候 再也不用拿一把瓜子了 抱着一个瓜子啃 就妥了 我是不白智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日本河废水还进太平洋了 我家旁边一直宣称无敌正宗的 高端日料店立刻宣布 你拿放 其实我们的日料 一直坚决不用日本食材 大家不要担心 什么 那你家的地道鲁鱼饭 不是日本鲁鱼吗 绝对不是 我们早就用上了 来自广东顺德的鲁鱼 你还不知道吧 日本自己吃的鲁鱼 80%都是从中国大陆进口的 那我之前点的顶级河豚料理 你可是说绝对正宗的 绝对正宗 日本的河豚料理 就是进口的中国河豚 大连 烟台等等好多地方 都是核心养殖基地 那你们家贼烙贵的河牛 总该是日本食材吧 坚决不用 澳洲河牛它不香吗 而且中国引进澳洲河牛来养殖 也已经有了国产河牛 味道也非常棒 国产还叫啥河牛吗 可能人家牛姓河 河身的河 我上次点了一个日式哈密瓜 一牙居然腰三八 其实中国合法进口的日本水果 只有苹果和李两种 日本进口哈密瓜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日本不仅不出口给中国哈密瓜 还要从中国进口哈密瓜呢 那你这无敌正宗日料店 到底有啥是日本的 啥都不是日本的 请您放心消费 我是不白事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杏花觉得自己太冤枉了 凭什么别的花形容美少女 都是梨花带雨 艳若桃里的好词 我姓花就是一个形容对感情不忠的 红杏出墙 据我调查 这事都怪大诗人叶少翁 他那首《游园不止》里说 春色满园关不住 一只红杏出墙来 你看看 你可别胡说八道啊 我叶少翁这首诗 是描写春天花园景色美好的 可一毛钱隐喻都没有啊 而且 这也不是我第一个写的 路由有手马上作礼就说 杨柳不遮春色段 一只红杏出墙头 别玩我这喷呢 别吵了别吵了 大诗人们都没错 红杏出墙这个词汇出现 问题不在性 而在墙 在古代封建落后的礼法里 女孩子是要养在深龟里的 院子的墙 就是一生不可逾越的屏障 那些翻越围墙 渴望自由恋爱的故事 在剧作家笔下 成了才子佳人少不了的桥段 但是 也成了其他人 刻着瓜子传闲话的好素材 一只红杏出墙来 就沾上了这么个意思 那出墙的数多了 松树也出墙了 爬山湖也出墙了 就针对我嘛 哎呀那还不是因为你好看吗 你看松树真满脸真 像美少女吗 说谎的人要吞一千根针哦 被你KTV唱多了吧你 我是不白吃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猪百万全身上下 最精华的是什么 我认为是我的才华 是猪百万的尾巴 一头250斤左右的猪百万 尤其只有一根 区区200克的尾巴 烤猪尾 蜡猪尾 虎猪尾 干锅猪尾 满满胶原 有骨有髓 真是 哎 你想干嘛 你知不知道 没有了尾巴 我的猪生就没有了意义 首先 作为一种爱干净的动物 我的尾巴 可是我驱赶蚊子苍蝇的 好工具 而且 我的脸上做不出什么表情 所以我们猪和猪之间交流 很大一部分 是靠尾巴表达感情的 如果没有了尾巴 我这会是这样 我的尾巴被吃了 我很想骂人 但我注定冷酷无情 请叫我猪冷面 猪尾巴对猪百万这么重要 但养猪场并不这么想 人们发现 猪猪有一种坏习惯 就是咬别的猪的尾巴 一个不小心咬伤了 没几天猪猪挂了 养猪场赔逛逛啊 而且猪尾巴赶苍蝇 乱甩什么 消耗了热量 不得多吃饲料啊 养猪场血伤加霜啊 于是 一些养殖场 研究出了一种断尾技术 在小猪出生三天后 就用断尾前 把猪猪尾巴剪断 从此猪猪屁股上 只留下了一个笑尖尖 猪猪不乱甩尾巴 果然节省饲料 猪百万体重也更重了 但猪百万变成了这样 说了这么半天 我的尾巴还是没了 我真的很想骂人 问候他八倍祖宗 但很遗憾猪冷面 没办法表达情绪 我只能说出三个字 嬰嬰嬰 我是猪白身 我真是太有话了 传说中给鸡拜年 害我们吃不到鸡的黄鼠狼 人家其实很少吃鸡 黄鼠狼学名黄幼 法号黄大仙 在一些民间的迷信传说里 黄大仙修炼多年 见人就问 你看我像不像人呢 你要是说像 他就能获得神力 修炼成妖怪 你要是说不像 他就得继续修炼 还会报复你呢 当然这都是瞎扯 但同样瞎扯的 还有那句 黄鼠狼给鸡拜年 人家黄大仙不爱吃鸡 不要吃米 不老鼠 黄鼠狼一晚上 就能捉六七只老鼠 绝对的灭鼠大队队长 有时候还会吃兔八 不兔子 黄鼠狼来到兔子面前 二话不说 突然就开始跳舞 一首金曲热物 送给台下兔七哥 兔子都看傻了 沉迷于黄鼠狼的表演 结果黄鼠狼看准时机 一个箭步冲上去 朝着兔子咔嚓这么一口 今天不吃老鼠 该冷吃兔了 不是 刚才不是还跳舞呢吗 我怎么就挂了 所以 真正的说法应该叫 黄鼠狼给兔子跳舞 没安好心 我是不白痴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你以为只有人类 才有逻辑思维 不 鸡居然也会逻辑推理 在一大群鸡里面 是有地位区别的 地位高的鸡 可以比地位低的鸡早吃食物 这种等级制度 叫做着实顺序 谁要是地位低 却傻了八鸡抢食物 就会被捉到长鸡兴 但一群鸡又不会投票 也不会说话 是怎么定出来地位高低的 科学家发现 鸡的地位划分 居然是靠他们的逻辑推理 小白和小方打了一仗 小白赢了 这时小花也不服 也跟小白打了一仗 结果小花把小白打趴下了 小黄就会直接推理出 小白比我强 小花比小白强 那小花肯定比我强啊 小花您就是老大 可如果小白把小花打趴了 小黄也会推理出 小白比我强 小白也比小花强 那我和小花到底谁强 第一笔才知道啊 那个小花别走 咱俩也掰扯扯扯 这样的逻辑推理能力 甚至不输给人类小朋友 这有什么好惊讶的 咱们推理点更复杂的 比毛色漂亮 我比不过小美 比下蛋多 我比不过小莉 我唯一的优点 就是我比他们都肥都老 请问我能推理出什么结论 今天老母鸡炖汤 这只最肥啊 我推理它最好吃 哎哎不是 等一下 你听我推理一下呀 哎哎哎 哟哟哟 我食不白吃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七夕节 不知道送给心爱的她什么礼物 那就到超市 买一包花椒送给她 不好了 我女朋友送了我一包花椒 她到底是什么意思 糟了糟了 她一定是觉得 你是个花心的人 所以送花椒 等着分手吧 不对 我感觉她想教你做人 你完蛋了 不 我太惨了 哟哟哟 胡说什么呀 中国古代 人们表达爱意 不一定送花 而是会送一把花椒 在诗经里 有一篇文章说 视尔如巧 以我卧椒 讲的是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 一见钟情 在男生眼里 女生美得像锦葵花 而女生也给男生 送上了一盆紫红色的花椒 花椒在古时候 象征着多子 女孩子送男生花椒 那就是在明晃晃地表达 本姑娘要以身相许 废你不嫁了 真的吗 我这就去向她求婚 嗯 诶 大放脸 你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 嗯 我是没有女朋友的不白吃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有一只苍蝇落在了你的蛋糕上 这时苍蝇在干嘛 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搓搓脚 哎嘛 这个蛋糕看起来真好吃 比我刚才落的那个扁扁诱人多了 作为一只讲卫生的苍蝇 我先搓搓脚 把刚才脚上粘的扁扁搓掉 这样我才能更好地用脚脚 感知蛋糕的成分 然后就是第二件事 呕吐 我们苍蝇吃东西不是上嘴啃 而是把消化液吐出来 先在外面消化食物 哎呀蛋糕消化得差不多了 我们就可以吸食了 我吸 吃得差不多了 就要做第三件事 便便 胡说 我才不会吃完就辣呢 我是边吃边辣 舒服 但这还没完 她可能还要做第四件事 缠卵 作为一个好母亲 我从来不会好吃的只给自己吃 我都会把娃直接生在这儿 希望她们能茁壮成长 哎呀 服务员 你家苍蝇都死在蛋糕上了 啊对不起 我这就给您换一个 这时 呦 你家 你公司 你老板办公室 有没有发财术 发财术的果子 你有没有见过 发财术还有果子 我咋没见过 所以你没发财 发财术下发财果 老板发财全靠我 发财术的学名叫光瓜力 哦 炸光我的价值 把我当成傻瓜 每天都特别严厉 所以叫光瓜力 果然适合我们老板 你被开除了 呦呦呦呦呦呦 发财术其实会开花 它的花看起来像做了一脑的锡纸烫一样 之后就会结出大大的绿色果子 这些果子打开里面 都是像榛子一样的种子 在发财术的老家中南美洲 有些地方会用这种种子榨油 或者直接吃 呃不过味道嘛 很一般 而且果实成熟变黑后 还有毒 还是慎重 慎重 哎呀 胆子这么小 怎么发财了 你看我 我开的花就叫 有钱花 我结的果就叫 有成果 发财术果吃进肚子里 那就叫 发财致富 用发财术果榨的油 那就叫 富得流油 太好了 我被炒鱿鱼了 想发财 先养一盆发财术吧我 我是不白吃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你敢不敢吃养殖的鳄鱼 之前一直觉得 非洲大鳄鱼那么凶猛 太可怕了 结果一看 前些年非洲鳄鱼肉出口 绝大多数 都是被某神秘的东方大国吃掉了 这岂不是发财之道 于是国内很多人开始养殖鳄鱼 很快 我国鳄鱼养殖企业 就超过了一千家 养殖了差不多一百万条鳄鱼 你以为鳄鱼都养在南方 格局小了 能赚钱还分什么南北 在内蒙古 居然也出现了鳄鱼养殖场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地 有鳄鱼糖 鳄鱼肉的口感 特别像鸡肉加鱼肉 还是非常好吃的 而且养殖鳄鱼多了 价格也不贵了 也就比猪肉贵点 有时候甚至还不如牛肉贵呢 所以一到年货季 国内超九成的鳄鱼 又被华南偶吃货大省买走了 不是我们狐贱人了 我们自己也自身难保了 我是不白吃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世上有斑马 那有没有斑驴 当然有 不仅有 而且斑驴还很好吃 很久很久以前 在非洲 有一种头像斑马一样 有黑白花纹 身体却像毛驴一样 会了巴唧的斑驴 这斑驴看起来像驴 但它其实是平原斑马的一个亚种 人家本质上还是斑马 可恶极眼的非洲人们 管它是驴是马 看着眼前的斑驴 不由得想起了一句 治理名言 天上龙肉 地下驴肉 啥龙肉驴肉 我们非洲 哪有这样的治理名言 好好好 非洲人民也不管什么治理名言了 冲上去就是吃 太好吃了 想捕捉斑驴的 不止非洲人 十九世纪 欧洲殖民者也看中了斑驴 不过人家不是为了吃 他们要的是斑驴的皮 玛丽太太 快看我新款的斑驴皮包包 货真价实的驴牌 不是 人家欧洲人看中的 其实是斑驴皮做的标本 欧洲人觉得 斑驴这东西看起来好神奇 摆一个标本 倍儿有面子 放个标本还不够 欧洲人还把斑驴 带回了动物园 但斑驴也是驴脾气 无法忍受被关在笼子里的生活 斑驴你跳一个呀 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歇呀 可恶 斑马可人 斑驴不可人 这家伙居然会撞墙自尽 就在人类这么疯狂瞎折腾下 斑驴终于在1883年 彻底灭绝了 我是不白痴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你有没有发现 澳洲为什么有那么多 有带动物 什么树带熊 带鼠 带熊 带狼 带鱼 带鱼可不是澳洲特产啊 很久很久以前 哺乳动物的祖先 研化出三种后代 一种是继承了祖宗下蛋生娃的 比如鸭嘴兽 还有一种是用胎盘生娃 比如我们 第三种就是用带子生娃 而这群用带子生娃的动物 主要生活在当时的钢瓦那古路 也就是今天澳洲 南美洲和南极洲等等几个板块 拼在一起的上古大陆 另外的大陆上 用胎盘生娃的动物 也在不断进化 没想到有一天 澳洲大陆居然和南美洲南极洲分家了 有带动物就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结局 留在南极的有带动物发现 哎 好家伙怎么越来越冷啊 穿球裤都不好使了 我要冻死了 他们都冻死了 南美洲的有带动物一开始还挺好 但南美洲居然跑着跑着 跟北美洲连起来了 北美洲都是点什么动物 什么剑齿虎啊 美洲拟狮 恐狼啊 这豺狼福报冲进南美洲 把大部分有带动物 加入了他们的豪华午餐 到今天能幸存的 只有些特别小的动物 比如只有八厘米长的南尼 而澳洲飘啊飘 自己成了一个孤岛 澳洲本地的胎盘哺乳动物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有带动物这下嗨了 放飞自我搞繁衍 到今天就有了考拉 带鼠 带雕 带欢 等等一大堆傻呵呵的 澳洲有带动物 我是不白痴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话说 你能在这刷手机 全靠科技革命 科技革命又是继承了工业革命 而工业革命 全靠煤炭驱动的蒸汽机 这个地球上有煤炭 全要感谢神奇的造物主 当年植树造林 以及 蘑菇的口下留情 什么情况 有一种研究说 地球下面埋着这么多煤炭 是因为距今3.6 到2.8亿年前的石炭剂 地球上有很多很多大树 当时到处都是沼泽地 大树倒下后 被沼泽地包裹 还没有微生物去分解 慢慢的就变成了煤炭 现在的大树倒地之后过些年 就会被微生物分解的啥都不剩了 吃大树吃得最狠的 就是白斧菌 很多蘑菇为啥长在树上 那就是因为 它们就是爱吃大树的白斧菌 比如香菇 但很久很久以前 在石炭剂的时候 地球上还没有出现 爱吃大树的蘑菇 这让倒地的大树 可以安安心心变成煤炭 直到石炭剂都快结束了的某一天 吃大树的蘑菇才出生 诶 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诶 你什么都没错过 要不是白斧菌蘑菇诞生的晚 今天还有什么科技革命 手机互联网 咱们都在山里采蘑菇吧 我吃不白吃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在美国 有一种体型像坦克一样壮的牛 美洲野牛 这货比李奎脸还黑 比李奎毛发还浓密 它可是美国的国兽 但都做了国兽了 这货怎么还是被疯狂捕猎各种吃啊 大熊猫看了只摇头 野牛兄 贵国国兽这待遇也太差了吧 很久很久以前 美洲的印第安人 就喜欢蛊猎野牛吃牛肉 冲啊 干掉那群野牛 但紧接着 欧洲移民来了 冲啊 干掉印第安人 和那群野牛 欧洲移民发现 野牛有三宝 牛皮牛舌骨头好 于是他们就疯狂射杀野牛 剥掉牛皮 割下牛舌 剩下的部分留在那 变成白骨之后 再把骨头加工成副产品 有些猎人是为了利益 有些猎人完全就是为了游乐 有一个著名的野牛猎人 威廉·弗雷德里·克克迪 绰号野牛皮尔 他在一年里就猎杀了 4280头野牛 野牛可是遭受了灭顶之灾 在1872年到1874年的两年里 美国猎人居然干掉了 370万头野牛 活生生地让野牛 在美国只剩下几百头 几乎灭绝 不 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们要成立美国野牛协会 我们要保护野牛 太好了 通过我们的保护 美洲野牛已经回复到 几十万头了 既然数量已经这么多了 我宣布 我们开放付费猎杀野牛 第二强半价 野牛很好吃哦 快来尝尝吧 野牛不是国兽吗 对呀 狩猎我们国家的国兽 得加钱 我吃不白吃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世界上有一种比十瓦性格 还要强壮N倍的牛 一身夸张剑子肉的超级健美王 比利时蓝牛 看这货的鸡肉 鸡肉 鸡肉 要是他跟我说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我肯定愿意了解 这种夸张的鸡肉牛 其实是人类基因改造的人造牛 1950年代 研究人员让不同种的牛谈了个恋爱 没想到 他们怀上的小牛 一个抑制鸡肉生长的基因 发生了突变 这让小牛一出生 刚一出生 我就能全打饲养员 交替猪马羊 鸡肉超发达的小牛 越长大越夸张 每天长三斤健子肉 直到变成了一只 超过一吨的超级怪物 鸡肉这么强壮 吃起来一定肉很柴 肯定不好吃 还真不是 虽然瘦肉超级多 但比利时兰牛非常鲜嫩多汁 身价当然也不便宜了 可比利时兰牛 一点也不为自己的健美身材高兴 我太壮了 体重严重超标 别的牛都能在草场溜达 可我只能摘在养殖场 哟哟哟 而且小牛在妈妈肚子里就太壮 母牛生小牛 几乎都要难产 鬼门关上走一遭 这真是牛前多风光 牛后多沧桑啊 我是不白吃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不沾锅真好用 但是用不对 可是真有害 还交智商税呀 忘掉所有不沾锅广告 告诉你的外星黑科技 大部分不沾锅上面 都刷了一种涂层 叫特夫龙 我就是特夫龙龙哥 我不喜欢水 也不喜欢油 只要涂上我 食物来了 我就挡在食物和锅中间 水也沾不了 不过 中刊的灵魂是什么 当然就是食材和高温之间的反应了 有特夫龙涂层挡在中间 你想展示一下爆炒火的艺术 呃能炒熟 凑合凑合也能过 但更大的问题是 特夫龙涂层在超过260摄氏度的时候 就会性状不稳定 超过350摄氏度 就会发生分解了 但好在家常炒菜 很少很少能超过260摄氏度 相对来说还算安全 可如果你下炉灶火特别猛 或者一不小心锅干烧了 别心疼锅 赶快换一口锅吧 没问题 我这就换了一个卖饭食不沾锅 呃 绝大部分卖饭食不沾锅 就是特夫龙涂层锅 在上面喷了点白点 看起来比较像卖饭食 呃 我又被忽悠了 硬硬硬硬硬硬 其实只要是正规产品 错不在锅 错的是误导宣传和使用方法 涂层不沾锅 不要迷信外星黑科技 只要别高温 别干烧 别用铁铲子疯狂铲 趁着涂层没失效 一年左右换一个比较靠谱 锅底不烂锅不换 那就是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了 或者学一学传统铁锅怎么开锅 安全不沾 而且炒菜好吃 不过麻烦是真麻烦 哎呀 随大溜买了个铁锅 结果不是锅伺候我 是我伺候锅 那你还不如来个不沾锅呢 我是不白痴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地中海附近国家的渔民很痛苦 因为地中海被一种蓝蟹入侵了 全球变暖让地中海的温度上升 有一种钳子是蓝色的锁子蟹 坐不住了 诶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你还不知道啊 咱们这破小区边上 有一个地中海 那儿原来有点冷 没谁爱去 但人家那儿现在推出了三个有温度 第一 水温全面提升 通暖气通热水 安居乐业有温度 第二 地中海各类鱼虾随便吃 美食供应有温度 第三 附近国家吃货少 自由成长没烦恼 不怕被吃 安全保障有温度 还等什么 赶快搬家吧 就这样 蓝蟹全面入侵了地中海 在地中海里为所欲为 它们吃光了鱼 鱼民打鱼一顿操作猛如虎 除了蓝蟹就是土 救救我们 鸣鸣鸣 蓝蟹其实就是一种特别美味的缩子蟹 中国吃货听到这个消息 真是恨铁不成钢 一个缩子蟹居然还敢泛滥成灾 简直就是对吃货的侮辱 但人家地中海周围 不少国家是不怎么吃螃蟹的 当地渔民也努力把蓝蟹出口赚钱 只不过蓝蟹吃掉的鱼 其实更值钱啊 还我小鱼鱼 鸣鸣鸣 我是蓝蜥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你敢相信 有一种超级真菌 曾经入侵了米国 让米国彻底没机会 吃糖炒栗子了 我国的板栗树 在米国有一个新奇 美国栗树 这货又高又粗 长得又快 全米国有超过40亿棵 它特别适合做家具 建筑 铁轨枕木 和棺材板 板栗还特别好吃 简直就是上天赐给 米国人民的宝藏 但据说在1904年 米国人从日本 引进了一种商业价值 更高的日本板栗树 啊 Japanese板栗中起来 眼看我就要发到台 不不不 不好了老板 日本板栗树上面 有病菌 这是一种对板栗树 致命的板栗易病菌 它很快传染到了 美国栗树身上 栗树突然开始出现 黄色的感染 我怎么变得像 不白痴一样黄了 我完了 很快 病菌就出现了 树传树现象 好消息是 栗树的树根 是不怕病菌的 就算我的树干死掉了 我的根还能发芽 但坏消息是 只要一发芽 就又感染了 我又完了 然后就这么重复下去 我的根还能发芽 我又完了 短短过了五十年 四十一棵美国栗树 终于灭绝了 怎么会这样 那日本和中国栗树 有没有感染 这种真菌 过去很多很多年 一直和亚洲板栗树 一起进化 虽然不是完全不怕 至少亚洲板栗树 对它的抗性 会好不少 就这样 美国人民 永远告别了 糖炒栗子 好像人家也不这么吃 我是不白痴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在南美洲 有一个土豆王国 秘鲁 这里是全世界土豆的祖宗之地 但这里的土豆 和我们常见的很不一样 有紫色的 红色的 黑色的 有带钩的 带尖的 带热的 带刺的 带鹅莓汁的 带佐链的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没错 在秘鲁 有三千多个土豆品种 但在十六世纪 欧洲殖民者 从这里带土豆回去 什么 有带钩的 带尖的 带热的 也太乱了 我觉得这款 黄黄的 圆圆的 就不错 大人你指错了 土豆在这里 土豆很神奇 只需要用土豆自己 就可以发芽 种出一株新土豆 这样诞生的土豆 基因和母体一模一样 简直就是 自我克隆 于是这种黄黄的 圆圆的土豆 快速占满了全世界 但由于全球土豆基因差不多 要生病 也会一起生病 一个不小心 就可能一起玩完 别的国家 种土豆纯味的吃 人家秘鲁种土豆 那是真情怀 土豆王国秘鲁坚决拒绝 只种植一种土豆 他们还设立了 国际马铃薯中心 从全世界收集来了 4870种不同品种的土豆 每天吃一种土豆 13年让你不重样 我是不白事 我真是太文化了 可能再过几十年 想吃一口驴肉 都吃不到了 因为我国的毛驴 存栏量数量 从上个世纪 90年代的 接近1000万头 下降到现在的 200多万头 而人家猪猪 一年的出栏量 就已经到了恐怖的 6.991头猪 为什么 这点驴 能够我们吃驴肉火烧吗 结果 高养殖的老乡 出来诉苦了 老小 你听俺说 俗话说 宁养尸头猪 不养驴一头啊 为啥嘞 想当说 俺听说驴肉好吃 驴皮还能卖给恶叫肠 这不发了财嘞 俺养了一大群驴 结果 驴妈妈生小驴 一怀孕就怀孕一年 一年最多能生一头小驴 隔壁王老二养牛 母牛怀孕 280多天就生小牛 养150天 母猪110多天 就生一窝猪崽子 而且不到一年 全都能长大了 全都卖了 俺这小毛驴 三岁才长成 等俺卖驴 王老二早就发财 改别术了 更可怕的是 俺的驴肉40亿斤 驴皮60亿斤 一头驴 连一万块钱 都没卖出去 王老二的牛 一头卖两万多呢 饿脚不是很贵吗 为啥收驴皮 这么便宜嘞 阿姨问才知道 人家国外没有饿脚 没人要驴皮 什么美国野驴 非洲猫驴 有多便宜 有多便宜 俺把裤子都赔广了 王老二又换新款 豪华拖拉机了 吃啥了 咬咬咬咬 这么下去 国内的驴肯定是越来越少 未来驴肉火烧里夹的 可能都是 羊驴了 My name is donkey 我是不白痴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其实 把你疼得不得不拔掉的智齿 可能是证明你 没进化完成 你胡说 我妈说长智齿的人 智商高 大夫 我拔了智齿 智商不会下降了吧 就这智商 长满嘴智齿 也救不了你了 很久很久以前 不白痴祖先的祖先 不白猴 都是吃吃果子 吃吃植物 可能是发生了一场大火 有一天不白猴突然就发现 艾马烤熟的肉太香了 而且吃肉 比吃果子身上更有劲 腰不酸了 腿不疼了 被大狮子追 也跑得过了 我决定了 我要开一家不白猴烧烤店 不是 我要让我的族人 从此都出烤肉 有了肉类足够的热量 人类就不用再花大量时间 去拒绝果子跟精 于是 进化到原始不白吃的时候 人的下颗骨 慢慢就变小了 但问题来了 牙齿还是那么多牙齿 腮帮子变小了 人类最后的上下几颗旧齿 就没地方长了 好不容易等到青春期 或者二十猪头 才实际冒出来 这时候 人的心理和智力已经成熟 所以人们就叫它智齿 或者立氏牙 可智齿没带来智商 倒是可能带来发炎 原始不白吃时期 还要继续 那些根本不长支持的人 恭喜你 你很可能进化得更出色了 我是不白吃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你有没有听说过螃蟹效应 有一个实验 用窄口的藤栏来装螃蟹 如果你放进去一只螃蟹 螃蟹没一会儿 就会爬出来逃跑 但如果你装进去好几只螃蟹 有任何一只螃蟹 努力往上爬 马上到栏口 都会有其他螃蟹 狠狠地撤它的后腿 把它拽下来 于是一群螃蟹 水也爬不出来了 通通都被蒸掉了 这就是螃蟹效应 人们突然发现 这这这这 这不就是我们公司的现状吗 我想努力进步 刚做出一点成绩 就被人背后搞小动作 拽下来了 我们宿舍才是这样 我一复习功课 社友就说 别学了 你看我们都没复习呢 他们总想让我一起躺平啊 一边吃着大闸蟹 一边思考一下 你在这样螃蟹效应的环境中吗 总是螃蟹效应 大闸蟹自由可没指望了 要加油啊 我是不白吃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猪白湾的三大爷被吃掉了 是谁吃了我三大爷 我要血债血肠 哎呀妈呀 这只猪要把自己做成血肠 哎不是 你们要干什么 放开我 一体血肠 所有东北人都要流口水了 把猪猪的血液 关进处理好的猪猪的小肠里 封口 蒸熟 切片 蘸上酸酱直接吃 猪血像豆腐一样嫩滑 去东北做客吃到血肠 绝对是主人对你重视的表现 阿玛丽嘎 客饮不寻藏 酸酱蘸血肠 东北饮最爱 血肠炖酸菜 太中口了 竟然用我的小肠 装我的血炖我的肉啊 总有吃货想害安老猪 一口老血 哎快接着 这口老血也做成血肠 东北人爱吃血肠 是因为过去 满族贵族祭祀神明和祖先 就直接供上一份白肉血肠 东北好可怕 安老猪要搬家去广东 其实广东人更爱吃猪血 早茶来一碗猪血配韭菜的猪红汤 又好吃又有丰富的铁元素 一天都元气满满 毁面吧 赶紧的 累了 我是不白痴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